我老闆 一九四九年 美國把國民黨拋棄 那是那一回事 的確國民黨大陸打敗了 退到臺灣來 但是國民黨到底是保住了臺灣 沒有讓老共來 不管有沒有美軍協防 至少臺灣保住 那但是你認為說 中華民國美國拋棄臺灣 跟我們斷交 跟老共結交 不是因為傷害我們嗎 也是啊 這個情況非常不容易發生 不已經拋棄了 當時已經已經跟你斷交了 那已經又傷害一次啊 所以不是只有大陸那一次啊 臺灣也是那一次啊 他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補救 不管補救總是沒有不拋棄好 就像你離婚 你給一堆散養費 你還是離婚了嘛 而且他沒給你多少散養費 他又給你什麼散養費 那另外一點呢 就是美國 你說美國會不會離開臺灣 美國根本沒有派兵來嘛 沒有來 沒有來 他根本沒有來嘛 所以沒有撤退的問題 對 所以問題是 兩岸如果發生戰爭 他會不會來嘛 那民進黨就說他會來嘛 那我們認為說你要靠他會來 不會來太危險 就是觀點在這裡嘛 他會不會來真的不知道 他也許會也許不會 但是我認為他不會來的可能性比較大 他已經告訴你了嘛 兩岸之間到底發生戰爭會不會來 他要維持一個模糊 他如果要來就告訴你我會來 我一定會來 有什麼好模糊呢 就是他不知道 他甚至他根本不會來嘛 而且他也講話都同樣 我要訓練你臺灣 讓你臺灣能夠自己防衛自己 他現在對阿富汗不是這樣講嗎 我要訓練阿富汗 他的軍人防衛他自己 聽起來沒錯啊 結果阿富汗軍人防衛不了就跑了 對不對 他也說你臺灣 他要訓練你防衛你自己嘛 好 那他會不會來 我認為是不會的 所以呢 臺灣當然不是阿富汗 但是你因為中共是塔利班嗎 他也不是嘛 他不是他情況是不一樣嘛 但是 但是就是說你臺海之間 你要想 有民進黨蘇貞昌講說 最後我被被被被關啊 我國民黨時代什麼戒嚴 我被關被抓也不怕 我現在怕老共 我被被被抓被槍斃 無所謂你在比什麼 那牛頭部隊嗎 這是牛頭部隊 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嘛 那是戒嚴 你現在是萬一兩岸打仗 如果打到你蘇貞昌 如果你當行政院長 都被抓被槍斃 那整個臺灣森林塗炭啊 那是一個什麼狀況呢 有想過沒有 怎麼可以這樣講 這講就不負責任的話 好像很勇敢 其實是不負責任的